我就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 就是说它确实是极端天气的频率增加了 同时呢就是它有点反常 有一个IPCC这么一个组织 叫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在它这个报告里边就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一个结论 就是说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要增加 从我们实际感受到也是这样 包括中国也是这样 我看到我们国家气候中心的发布的那个气候公报 它那个整个极端天气 无论是高温无论是降雨的频率也都是在增加的 或者包括我记得前不久 世界气候组织那个秘书长也专门对高温事件做了一个发布 就是说认为它呢 就是一个是它的原因是气候变暖的 这背景下产生的 另外就类似这样的高温天气 在未来几十年都是要这个发生的概率都是增加 如果我们现在预估的话 按照世界气候组织 它给了一个时间节点 就是2060年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对这个引起更多的关注 可能会不是说一年两年就过去了 但是呢 也确实是极端天气呢 我们今年遇到的高温 明天遇到什么 不一定 就未来的话 就是几十年的时间 可能我们要关注这个极端天气的频发 这个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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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alan